听说过世界十大进取能够杀人于无形 但你听说过画作也能够杀人吗? 这一期的一眼耸听 小弗雷尔就来讲讲让人一夜之间发疯的魔画——雨中女郎 就是这一幅 这幅出自乌克兰美女画家斯维特兰娜杰烈斯之手的作品 在被展出后一连出售三次都被退货 直到最后的买主已经不求退款 只想尽快脱手 那么这幅画到底有什么诡异之处呢? 其中一位年轻男子买家说 他在睡觉时 感觉到雨中女郎从画中爬出来到他的身旁 我甚至能嗅到他的气息 男子如此描述的 一幅神秘的画作为何总是让人想如飞飞? 壮年男子为何深夜难以入眠? 这一期的背后是恶灵的召唤还是女巫的诅咒? 敬请关注今晚8点 其实在关于雨中女郎神秘事件的解说中啊 说是因为作者杰烈斯在创造这幅作品的时候遭到了对手的陷害 画布上被偷偷涂上了居换的药物 使得作者本人以及哪家都受到了影响并产生了幻觉 不过还有一种让小弗雷尔疑惑的说法是 这是一幅充满了女巫诅咒的画作 是不是需要美丽的人在指尖凝质的魔法爱心才能过节呢?